余材 就是有时候我们剩下来不是太好的花材 把它集中起来一起用 这也是必须要学习的 因为我们平常在 像我自己在上课的时候 分花给我的学生 我都希望他们尽量的不要浪费 那有些花材本身条件已经是不是太好了 可是它可以透过你的会心巧手 就是你的用心 跟你的草的过程 就是把这些好像要丢掉 丢到垃圾桶里面的这些花材 再重新的把它组合起来 然后变成可以运用 可以运用 那我用这些来做它的下段的 这个鸡盘的这个部分 然后有修饰一下 我刚刚所折肢的地方 所折肢的地方 然后我再加一片叶子做它的鸡盘 那各位阿卜萨可以看到 我现在用的这个是水晶火烛叶 然后来衬托我的煮花 因为这个鸡盘呢 这个主花如果有一个鸡盘把它衬托起来 就会觉得特别的有精神 有精神的感觉 有一些雪花的学生呢 他们的那个敏锐度跟灵性很高 他有时候才第一次第二次上课 然后我就跟他们示范这个鸡盘的一个运用 他就跟我说老师 鸡盘最主要是不是让这个花看起来很有精神 所以这个鸡盘它很重要的一个功能 就是借由它 然后把这个煮花拖起来 然后就会觉得这盆花呢 这个煮花的一个重要性 还有就是它整个花朵的那种生意盎然的感觉 那我在后段呢 因为我们一个桶呢 前面称为前宫 后面称为后宫 那我在这个桶的这个后宫的部分呢 我也加一些枝 那前宫呢 代表一种向阳的感觉 那后宫呢 就是属于比较属阴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虽然说不要插很多的花 但是让后宫有一点点向后身 微微向后有一些些制裁 不要说只有前宫 插得很重 那我在侧边的地方呢 那我再用一点点的薄 把它做一个小小的空间的一个修饰 好 再把它修饰一下下 那我们会发觉整个呢 它都必须要都插在那个阿智萨 就是我刚刚给大家示范的那个阿智萨的那个 那个整个空间里面 那我在最后的地方呢 我再给它做一个横格萨 把它卡住 各位阿博萨可以看一下 我把它这样子剪一下 然后有一个这样的横格萨 让它有一点点弹性 然后把它整个 整个只脚的口把它收起来 好 各位阿博萨可以这样子透过后段看到 我把它的只脚这样把它卡住 把它卡住 因为前段已经是几乎都被全部塞满了 好 那就用这个花形 来做一个这样子比较大型的 然后比较简约的 那下格同的一个插花 好 那除了这个地后之外 好 我刚刚介绍了好久就没有把这个花给说出来 就是南非的国花是地王花 那这个是比地王花小一点的 我们称为地后 那这个花呢 它虽然看起来比较 不是很有气质的感觉 因为它很大朵 但是它呢 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就是它很特殊 而且它很耐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插重要的场合的时候 我们也会加上这个地后 然后今天因为插一个这么大的八角 然后我觉得配一支地后呢 也是挺就是挺特别的 所以我加一个地后 那增加整个作品的色彩度上呢 我再加一点点的这个紫色的 紫色的松丛草 松丛草 所以各位 我不是要可以从后段一看到 那我们常常讲说 其实一件作品呢 远观其次 静观其次 就是你远看 觉得这一项作品很有气势 而且做得很好 但是要接近的话 要看它的整个它的工法 它的手工 还有它的精致度 不要让人家感觉 整件作品的那个工法不够精致 或者看起来乱糟糟的 那这样都不是一个学化的人 他所应该表现出来的 好 那我在这个侧面呢 加一两朵这个小朵的这个松丛草 最主要也增加一点点整个作品的趣味 然后也增加一点点色彩 因为这一朵花本身太大朵了 所以我们可能要有一点中朵小朵的花 去搭配它 那我刚刚用了生三樱了 那除了生三樱之外 我再加一点点这个松丛草 好 那我们把这个桶花给插好了 好 因为这个竹筒本身呢 它的高度都是比较高的 然后我们今天借由 这样很具有文人气质的一个竹筒 然后来插作一个蛮简约的 但是也很有气势的一件的作品 好 那接下来的第二件作品呢 各位阿拉布萨可以看到 我这边有一个非常精美的一个花器 这个花器是一个六角蓝 六角蓝 然后它的编织工法都非常的精湛 那这个花器呢 它里面有放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竹筒 然后在这个竹筒里面呢 我也一样做了一个阿滋的萨 阿滋的萨 那因为防止它 这个萨会很容易掉落 尤其是对于很多出唇员的学生来讲 然后还有一个一点要有这个丽莎 这个我们称为阿滋萨 那这个站立的这个我们称为丽莎 那这个丽莎最主要是帮助把它卡住 那有些时候有些人非常反对做这个丽莎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丽莎非常的重要 因为如果说你为了要卡住这个阿滋萨 然后你很用力一直在卡它 那有时候就会把这个竹筒给蹦破了 然后这个丽莎有个优点 它可以让你稳住这个阿滋萨 那你就不会很用力的一直在卡这个萨 因为这样子的话 竹子本身它很容易被卡被蹦破 那如果说没有那个丽莎的帮忙的话呢 那它非常难固定 那有时候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呢 就会把那一个就是那一个阿滋萨呢 就给用它就把它卡住了 那还有一个一点呢 就是说我们在插的时候呢 这个丽莎也可以帮忙我们做一些固定 尤其对于如果你本身不是说去花很久的人 如果是你是一个非常资深的老师 那是当然没有话说 但是对于有些像我自己在教学中 有些人他还不是这么的资深 而且他技巧也不能还没有达到那么高 那这个丽莎对它来讲就有一个帮助的功能 就是他可以就是可以帮忙也做一个他十肢的一个固定 那当然固定的方法 对于很多的老师来讲他有很多方法 他可以用筒 就是在平底的萨 那但是呢 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这个丽莎的固定很好 就是我可以帮忙我固定我的十肢 当然我也可以用横格上 但是我觉得对于初学的人来讲 他有能够让他觉得插花不是一个这么难的 然后为了弄这个花呢 就弄了他好多的时间 或者最后他就放弃了 那我觉得这个丽莎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一个过程 那除了这个 我插了一只这个桑鹿 桑鹿呢 那我再加另外一只的桑鹿 那这个桑鹿呢 我让他很自然的顺势来插座 然后也在这个篮中呢 去感受到一种齐趣 因为我们会发觉 现在慢慢有夏要进入 有夏要进入秋天了 那虽然这个时候呢 好像感觉上天气蛮热的 所以有一句话他说呢 万物此消融 那人何奈怨炎热 那那个须知 就是一时这首诗是告诉我们 就是说呢 人在埋怨天气很热的过程中呢 其实万物在这个太阳的照耀之下呢 都在成熟中 所以我们会发觉呢 在这个上路的这个果实中呢 去感受到这个季节的一个变化 好那我把这个上路插上去之后呢 再加一只的这个针殿 那我觉得台湾的那个花卉农业 非常的好 很多这些专家们都很用心的去 为我们这些爱花的人呢 找出很多很好的花财 不管是来自全世界 澳洲啦 纽西兰啦 甚至是荷兰啦 或者是非洲啦 日本啦 甚至是世界各国的国家 他都会为我们找出很多的花财 那尤其是在台湾天气很热的时候 那这些很美丽的花财呢 来自全世界 然后让我们可以做很多生活上的一种享受跟品味 那我现在也是要把所有的花财都插在这个阿字里面 所以它是需要一点点慢工的 慢工的 然后要一点点精致的 然后 比较 细致的 一个插花的一个过程 我把这个整点 因为我希望 它的整个高度不要超过体量的高度 体量的高度 好 那我在后段呢 加一点点小花 加一点小花 希望 这个作品呢 它是 不是太简约的 就是 有时候我们会插作一些特别有禅境简约的作品 但是有时候呢 我们也会插作一些很标准的 而且具有 比较特殊情境的一些花艺的作品 好 那我在后段呢 再加一片叶子 让它 前段后段 都有一个 都有一个这个 都有一个叶子 可以做它的前后的这个 鸡盘的感觉 那同样的 我也是帮它做一个横格的栗萨 横格萨 各位阿博萨可以看到 我插完一件作品之后 我还是再给它加一个横格萨 把它卡过去 把它卡过去 让整个直角它是收起来的 那这个横它本身是很精致的 但是呢 你可以插很简单的一种插画的方式 那我今天采用的方式是稍微 让它丰富一点点的一个 花艺的一个创作 好 那待会儿呢 我们把这两个桶跟蓝结合 可以单独放 也可以分开放的 一个 花艺的一个展现 那愿慈香滑 遍满十方 供养三宝 护华隆天 补兴众生 共入佛制 阿弥陀佛 好 好 真的 了 为什么 喜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